港大中學自1938年就是在澳門走過80年到81年的歷史 大學宗旨一直以人為本 以時並進 五慾 五愛 並行 學校認為學生未來的機遇和挑戰是並存的 因此我們學校是讀信天生我循也有用 每個同學都有潛能 我們盡可能在課程設置活動方面多元 令他們挖出他們的天賦才華 構建中七學校不斷完善全人發展的理念 令他們可以在未來社會找到他們合適的位置 而我們這個時系學會 希望除了創作技巧、實作能力以外 讓同學可以接觸到其他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 而更加重點的就是在這個學會 我們希望老師只是一個背後的協助者 而主導希望是交給同學 所以在從中同學得到的 除了一個藝術能力的提升 也是一個全面學習的機會 我們的課堂盡量會提供不同的梅材接觸和題材的創作機會 讓不同類型的同學都可以找到合適自己的表現方法 在我身後的作品就看到 無論在主題上或者梅材上都是比較多樣 我希望學生可以在美育的分圖下成長 將他們的美感創意、融會貫通 令到生活和澳門變得更加美好 我小時候在這裡開始讀書 小學給我的印象是很溫亂的 然後到中學的時候 我覺得不單止在這間學校看著我怎樣成長 一步一步走過 然後我自己都看著這間學校 去怎樣一步一步為學生做得更好 無論是近年來的改革 例如我們有做會 或者不同的加社及級社的成立 其實我都看到了它為學生的教育 為學生的一種負責任 一種決心在這裡 其實參加這些活動 很多人說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朋友 即他們以後可能會幫助到你 令到你沒有走那麼多彎路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有些經歷是你不參與過你自己 是感受不到的 基於我們學生的全面發展的理念 特別是構現他們一個良好的習慣 所以我們學校在近年 就是在學生的安頓 包括了集會、課堂、生活的常規構方面 我們包圍餘力 全方位地去培育 令學生自我為主人中心這種理念 得到實施和貫徹 在學校中心裡 每一個人都在學生自我為主人的 學生自我為主人中心靈力